大家好,我是法列老师。 我在巴西教中国人说普文。 我今天讲的是关于我最喜欢的题目。 我爱学习很多中文语。 今天我要告诉你们我的办法关于我学习语言,我做什么。 第一个是,我每天听很多。 为什么? 因为我觉得如果我们听很多,我们就习惯用新的声音。 还有,如果你的母语是,比如说你说英语,你想学习普文。 普文的声音比英语的声音不一样的。 所以,如果你想学习很多,我觉得你应该每天听。 然后,你也可以用你的电视,你可以看电影,也可以用字母。 如果你听那个新的单词,如果有字母,这个我觉得这个帮助你发现什么意思。 因为如果你学习日常的单词,因为如果你学习日常的单词,你就可以用新的单词。 因为如果你学习日常的单词,你怎么用呢? 没办法,我觉得你也应该一直练习。 因为如果你不一直练习,你就忘记了。 我们目前,我们也有互联网,在互联网,我们可以见面其他的人,他们都也是在学习语言。 所以,我们可以互相帮助,这个是重要的。 谢谢大家,再见。